接下來我們要看介紹的是那個函數的圖形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函數的圖形的話呢 其實東西都是國中所學過的啦 一個是交的是什麼 線性函數 那線性函數是所謂的什麼東西 就是二元一式方程式 會啦 那已經在這邊有沒有 日期教的 告訴你的是 y 等於什麼 a 也可以加 b 會嗎 可以啦 然後 a 等於 0 的話呢 主要是常數函數 不是要水平線 a 不等於 0 的話呢 就是一個一次函數 會啦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是二次函數轉這個樣子 就是 y 等於 ax 平方加 bx 加 c 這個講的是什麼 拋物線 這個是以前國中學過的嘛 講的是拋物線的部分 那這個應該以前學過啦 如果 a 如果正的話 a 如果越大的話開口怎樣 越小 然後 a 如果大於 0 的話呢 開口怎樣 開口是向上的啦 那開口應該長這個樣子 開口向上 所以為什麼幾小時 會啦 然後如果 a 小於開口怎樣 開口就向下 所以就會有幾大小 ok 嗎 可以 好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二次函數的什麼 標準式 對不起 講錯了 二次函數的一般式 有沒有認知 a 跟什麼平方加 bx 加 c 然後呢 我們利用配方法 配到這個結果 y 等於 a 乘上 x 減 h 的平方 再加 k 這個是什麼 這是標準式 然後其中的頂點呢 就是誰 頂點就是 h k a 會啦 然後 a 又一樣 就是什麼 開口的方向跟大小 可以啦 好 然後最後我要講的部分 是講到那個 一元一次的部分這邊 就是二元一次啊 這裡 二次函數這邊有沒有 我們不是寫 a 或是等 a 加 b 嗎 好 注意哦 這個 a 這稱為什麼 你知道嗎 a a 顆前面的係數 這稱為什麼 斜率 還記得什麼是斜率嗎 忘了嗎 我們剛剛有教過吧 斜率 還記一下哦 我給你一條直線 然後呢 所謂的斜率值是傾斜的比率 會啦 然後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點跟這個點 假設有兩個點 他的斜率值是這個部分 垂直 然後假設這個點是 a 這個點是 b 我們就說 a 分之 b 的比值 就稱為斜率 這個 a 就稱為斜率 會嗎 可以啦 好 所以把他記下這個地方 就稱為斜率 那你就是說 如果這個點是 比如這個點是 x 1 y 1 這個點呢 是 x 2 y 2 請問你他斜率怎麼斜 他的斜率 就等於 x 1 減掉 x 分 2 分 y 1 減 y 2 因為這條線就是 x 1 跟 x 2 相線 那這條線就是 y 1 跟 y 2 相線 這樣子 會啦 那你要記憶的東西是 如果右邊斜率 比如這個傾斜部分 是右邊比較高的話 他的斜率是什麼 斜率是正的 然後如果左邊比較高呢 斜率是什麼 斜率就會是負的 這樣會不會 然後右邊如果越來越高的話 這個斜率就會正的越來越多 就是正 1 正 2 正 3 所以數字越來越大的話 是右邊會比較高 而且又高的幅度會比較大 然後負的呢 剛好相反 負 1 負 2 負 3 的話 負的越多 負的不是越多啦 就是負的數字越多的話 他整個就越來越傾斜這樣子 這樣子 可以齁 好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有趣的 方式會比較大 但是我們在這邊 要多一點 要多一點 這樣對 借了 一段時間 就算了 要多點 要多一點 就算了 要多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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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